而來看到這起車禍 外送員不知道要跑多少單才能賠得起 一名女外送員21號中午 騎車行進彰化市中山路時 疑似沒有注意到前方的車況 直接追撞到前方一輛 已經煞車減速的保時捷 造成跑車左後方板金 被撞出一大片的黑色刮痕 陰天曝光也讓網友們驚呼 這下外送員不只當天白跑 而且這一兩個月的單 恐怕都要拿去付維修費了 黃色轎車駕駛已經踩刹車 減速停下 但騎在後方的外送女騎士 車子沒停繼續騎 下一秒機車竟直直衝撞黃色轎車 左車尾 放慢動作看女鞋式撞車以後 接著又連人帶車向右倒向 黃色轎車 女外送員還一度爬不起來 只是這一撞慘了 轎車板金傷痕累累 被刮出大片黑色痕跡 定睛一看眼前這一輛不是計程車 而是要駕773萬起跳的保時捷跑車 沒賺多少 可是賺到那個 如果沒有保險應該賠不完吧 這就代表了 你要看那些雜貌要看你 事發就在21號中午11點 彰化市的中山路上 女外送員騎車一次沒發現 保時捷已經亮起煞車燈 等到發現時已經來不及 過程全被後方駕駛的行車 記錄器拍啥鋪上網 網友一看也驚呼 以為撞到中古計程車 原來是保時捷 這種駕駛技術真的別跑外送了 只會越跑越窮 賺39塊賠36萬 這兩個月都白跑了 還有人要外送員看有沒有保險 沒保險的話 趕快下跪求饒吧 我也注意前車動態 新聯系那個車主送員廠 還在評估當中 還好吃貨女外送員傷勢不嚴重 不過接下來要面對的 恐怕是意想不到的高額回收費 謝謝短貌彰化 這麼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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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